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 8,7,6加几 先跟老师今天一起先算一算 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8加几等于10 8加2等于10 8加2加4等于几呢 8加2加4等于14 看第三个 8加2加6等于多少呢 8加2加6等于16 我们看下一个 7加几等于10 7加3等于10 7加3加5等于多少呢 7加3加5等于15 那跟老师看一下最后一个 7加3加8等于多少呢 7加3加8等于18 8加6加4等于10 6加4加2等于多少呢 6加4加2等于12 6加4加9等于10 9 那老师刚才有发现 老师算的既快而且又对 用什么方法呢 那我们今天就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这种方法 我们看我们图中呢 一共有几名同学 先给老师数一下 我们跑到前边有几位同学 12345678 前边有8位同学 那我们看一下后边几位同学呢 12345有5位同学 所以说我们图中一共有几位同学呢 8加5等于几呢 我们相当于8加5 就是在8后边数5个数字 9、10、11、12、13 所以我们8加5等于13 那刚好想一下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那我们看老师画圆圈的里边有几位同学 刚才老师咱们已经数了 前边就有8位同学 因为老师圈了后边的2位同学 所以我们圆圈里边总共就为10位同学 所以我们圆圈里边总共就有10位同学 为什么老师要圈10位同学呢 为什么老师要圈10位同学呢 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跑到后边的5位同学 猜成了2和3 我们为什么要把5猜成2和3呢 我们要见8想2 因为我们8和2会凑成整10 也就是我们圆圈里边总共有10位同学 前边是8个后边是2个 就是8和2会凑成整10 那我们8和2会凑成整10 那这有3 所以8加5就等于13 再跟老师念变 见8想2 因为8和2会凑成整10 所以我们把5猜出来一个2和一个3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别的方法呢 我们算一下这个图当中有几名男生 几名女生 那我们男生呢就是穿蓝色校服的 跟老师一起数一下 1234567 有7位男生 那有几位女生呢 跟老师一起数一下 123456 有6位女生 那总共有多少学生呢 那就是啊 7加6等于多少呢 相当于在7的后边数6个数字 8 9 10 11 12 13 那我们有没有别的算法呢 也能算出来7加6等于多少呢 刚才我们算的是8加5等于13 我们相当于是把5猜出来2和3 为什么要把5猜出2和3呢 因为我们想的8和2会凑成整10 这是我们刚才上边讲的那种方法 那我们下边的方法呢 我们看7加6等于多少呢 7和几会凑成整10呢 我们把6猜出3和3 也就是我们见7想3 为什么要见7想3呢 我们7和3会凑成整10 所以我们7和这个3会凑成整10 这儿有多了个3 7加6等于13 3 那我们再想一下我们7加6有没有别的算法呢 看如果我们想的是那见6会想到几呢 6和几会凑成整10呢 也是我们把7会猜成3和4 为什么要把7会猜成3和4呢 因为我们这个6和4会凑成整10 也就是见6想4 所以我们把7猜出3和4 6和这个4会凑成整10 这儿多个3 所以我们7加6就等于13 讲到这儿以后 我跟老师一起回顾一下 我们一开始讲的是见8想2 为什么要见8想2呢 因为我8和2会凑成整10 我们后来接下来讲的是见7想3 为什么要见7想3呢 我们因为7和3会凑成整10 我们刚才又讲了 我们刚才又讲了见6想4 因为我们6和4会凑成整10 同学们 那我们经过今天的学习 那我们练一练 看第一道题 8加2等于几 我们想一下 我们想一下刚才已经学的8和几 会凑成整10呢 见8想2 说8和2就凑成了整10 说8加2等于10 看第二个8加4等于多少呢 还是见8想2 说把4会猜成2和2 8和2 8和2凑成了整10 这有多个2 说8加4就等于12 我们看下边这个 8加6等于几呢 还是我们想的是见8想2 是不是 所以我们把6会猜成2和4 4 那我8和2正好凑成整10 这有多个4 8加6就等于14 我们看最后一个 8加8等于多少呢 我们8和2会凑成整10 这儿 这儿我们把这个8会猜成2和6 那8和这个2会凑成整10 这有多个6 说8加8等于16 嗯 跟老师看一下下边这道题 7加4等于多少呢 我刚才我们也回顾了 借7想3 3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把4猜出来 3和1 看我们7和3 3会凑成整10 这有多个1 这有多个1 7加4等于11 1 看第二个1 7加5等于多少呢 我们还是见7想3 我们就把5会猜成3和2 2 7和3 7加5等于12 7加6等于多少呢 7加6等于多少呢 还是我们前面学的见7想3 所以我们把7会猜成3和4 3 7 那7和3 7和3正好凑成10 这有多个4 7加7等于14 那我们看最后一个6加5等于几 我们前面学见6想4 所以我们把5猜成4和1 然后写到上面这了 我们把5猜成4和1 6和这个4正好凑成10 这多个1 6加5就等于11 那6加6等于多少呢 我们还是见6想4 所以我们要把6猜成4和2 那6和这个4会凑成10 这有多个2 6加6就等于12 看6加7等于多少呢 我们还是见6想4 所以我们把7猜成4和3 那6加4 那6加4正好凑成10 这有多个3 这有多个3 这有多个4 说6加8等于14 那我们回忆一下 根据刚才我姥姥讲的 前面讲的这儿讲的是我们8 8和几会凑成整10呢 8和2会凑成整10 8和2会凑成整10 也就是见8想2 后边我们这儿讲的是 7和几会凑成整10 7和3会凑成整10 也就是我们的见7想3 后边这儿讲的是 6和几会凑成整10呢 6和4会凑成整10 也就是见6想4 所以老师总结一下 我们见8想2 见7想3 见6想4 都是凑成整10 那通过我们前边的学习 我们现在回忆的练习道题 看我们左边几个瓶子呢 告诉我一下 1234567 有7个瓶子 是不是 那我们看一下后边几个瓶子呢 1234 有4个瓶子 那总共有几个瓶子呢 那7加4等于多少呢 我们前面学了见7想3 所以我们把4会猜成3和1 那7和3会凑成整10 那这儿多1 所以我们7加4就等于11 11 各老师一起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 我们今天学的是876加几 我们目的是8和7还有6加几 会凑成整10 我们见8想2 见7想3 见6想4 我们的目的是都为了凑成整10 好了同学们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我们下节课见